刚才说的那个拉住妈妈的手 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而且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 于老师 因为父亲这首歌 是2002年创作的一首歌 拉住妈妈的手是2012年 其实十年的时间 因为我是农村长大的 我其实一直 对父亲这首歌 一直是在表达我 在舞台上 对我爸爸的一份感恩 其实我的母亲对我的付出 说实话绝对不亚于我的父亲 我就一直在想找一首歌 来唱一下我妈 终于在十年以后 2012年的时候 找到了这首歌 而且我唱歌的时候 我录音的时候 录完之后 我都给于老师听 我说您听听 这个行不行 还怎么唱 还应该怎么唱 于老师反复地说 然后我又回去改 唱完了之后 于老师说行了 现在这首歌可以了 录到这个程度 他说挺好的了 就这样定稿 定稿之后 我就说于老师 一定要找个机会 就是于老师 完全关注着你的每一步 但是于老师刚才跟你说 从今天开始 就不要再说 他教你的事了 你这样 你非想说 你就说是我教你 我记得你好像讲过 你妈妈有一段时间 走路都不是特别方便 对吧 当时我妈妈是腰椎结合 但是农村的干活 辛苦或者累很正常 大家都没想那么多 都以为是累的 突然 但有一天 我妈突然间摔倒了 摔倒的时候 就没站起来 医生说 你得换腰椎这块骨头 你得换掉 她说因为你这块骨头 已经是灰色的 她说如果你要不换掉的话 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就不换掉 你不换掉 你不换掉 我已经是灰色的 你不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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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换掉 你不换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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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然后我跟我姐就在那争 在争的时候 我妈就强忍着把身子翻过来 趴在那看着我们俩 跟我们俩说 来你们俩都跪下 都跪下 我俩不知道咋 我说我们俩就跪下了 跪下之后 我妈就问 海燕 明天去不去上学 我就说 妈我真的不去 刘若刚你去不去 我说我真的不去吗 我说我没有我二姐学习好 让我二姐去 我说我在家照顾你 没有问题 我妈就那样举起手 啪 就给了我一嘴巴 打完之后 当然 我妈妈比我们俩哭得还凶 她说 妈妈到今天 妈妈心强 妈妈希望你们好 她说如果 你们俩因为我今天的生病 不去上学 告诉你们 妈妈有今天没明天 就是病 不要妈妈的命 妈妈也不要自己的命了 所以就通过这件事情 于老师 因为我这故事 没跟于老师讲 一个是没有机会 再一个人说实话 我不敢提起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是农村孩子 觉得我已经挺苦了 我就不愿意过多地 在老师面前 再讲这样的故事 我为什么跟于老师说 于老师 你一定要在这个场合 让我唱 拉住妈妈的手 因为我跟我妈妈说过 我说妈 这首歌我觉得挺好的 我说我一定要在一个 大的平台上 演唱这首歌 我说我不管 其他的父母 是否能接受认可 我说只好完成我一个心愿 我要唱给您听 太棒了 非常感谢于老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我都觉得您脚都崴了 还能来到现场 再次感谢一下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再见 谢谢于老师 谢谢